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這個第三章結束了 第三章這個 我們今天要進入這個第四章 MOS FACT 這個我們還是一樣寫四個exercise 四個題目還是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due 這個 有人問了 這個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上次講的那個 PM講選 這個地方我回答一下看 我們再進入第四章好了 這個先 這個觀念是這樣子的 我不再詳細講只是把觀念再提一下 讓你知道 就是它這個電流啊 皮眼張選的電流呢 這樣子其實是這樣子的一種情況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正向的電流是怎麼流的 它的電容是怎麼樣子 觀念上再提一次好了 這個 我們知道這個PM講選 兩個合在一起之後 它自然這個地方呢 中間的電動就會過來 電子就會過去 對不對 中間就形成一個空滑區 形成一個空滑區 這個空滑區的話呢 就會造成什麼 這是電中性 這也是電中性 可是空滑區這裡的話 這裡是帶正電荷的離子 這是負電荷的離子 對不對 所以它自然就會產生一個電場 正到負 然後就有一個電位差 這個電位差大概多少 我們說0.63 0.63Φ的電位差 對不對 從這裡到這裡 0.63Φ的電位差 如果這個溶度是10的15 這個溶度是10的16 好像這樣子 還是這個是10的16 這個是10的15 好 那產生這個電位差 產生了之後 接下來 這個電位差一產生 這個電動呢 這個地方的電子就沒有辦法再擴散過去 電動就沒有辦法再擴散過來 這是一座山嘛 把你擋住 對不對 那你如果說 你加一個正向偏壓 加一個正向偏壓 譬如說0.6Φ好了 0.6Φ好了 正向偏壓 這個正向偏壓 絕大部分都會夸在這裡 絕大部分 會夸在這裡 就會使得這兩個 這個原來有0.63 就會減掉它 是減的 你要注意它的方向是相減的 所以一減下來的話 這一座山本來高高了 0.63 減掉它之後呢 就會降低下來 對不對 它就會降低下來 所以這一座山呢 降得很低的 對不對 那山呢 是在阻擋的嘛 對不對 現在降得很低之後呢 這一些電動 對不對 電動就會注入過來 電動就會注入過來 所以電動一旦注入過來之後 這個地方呢 這邊的電動本來很少 就會上升起來 對不對 所以電動這一點的話 就會上升起來到這裡 上升起來到這個地方 就是這裡的濃度乘以 Experential外加的偏壓 3VT 好 那上升過來之後 電動跑過來 會被電子吃掉 對不對 會電子吃掉 所以它的濃度就會 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就會這樣 所以正向偏壓的時候呢 它濃度分布的話 這少數材質就會上來 然後Experential Decay下來 OK 同樣的道理 這邊電子也會過去 對不對 電子過去之後呢 這個地方濃度就會升上來 升上來 升上來結果的話 所以這個正向偏壓的時候 情況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來講電流好了 我們來講一下電流 我舉個例子 假設這個地方的斜力 這個地方的斜力乘以Q 乘以它的濃度 就是它的電流 對不對 所以這裡的電動的電流 因為電動是往這邊跑 所以我畫這個 這是P 代表電動 對不對 電動 我們看這個面 我現在只看這個面 這個面 在這個面呢 你電動過來的話 就是這裡的斜力 再乘一個Q Depution擴散系數 對不對 假設這個P 跑過來這個電流 是多少 假設好了 譬如說我講這個 100個 我隨便講 譬如說是100個 per second 這個意思 我用100個電荷了 乘一個Q 100個電荷 per second 好 所以電動跑過來的話 每秒鐘有100個 Q的電荷過來 對不對 就是它的電流 然後這個地方 電流過來 電動過來 電動過來之後 對不對 會被電子吃掉 對不對 會被電子吃掉 OK 會被電子吃掉 好 同樣的電子過去 你看這個地方有斜力 這個地方有斜力 好 這個地方的斜力的話呢 譬如說我讓它等於N 這是N N在跑的方向 電子過來 假設50個好了 50個 每秒鐘50個過去 對不對 假設每秒鐘50個過去 所以我現在呢 有電子過去了 對不對 在這個面上面 50個過去 好 每秒鐘50個電子過來了 那電子過來之後呢 你看 它跑到P這個地方來 跑到P這個地方來 P呢 這個電子過來之後呢 會怎麼樣 會跟P結合 P結合是怎麼意思呢 就是說這個地方呢 有很多空位 這些空位是會跑動的 會移動的 free hole 對不對 這個地方有一些空位 像那個空位 是會動來動去的 對不對 然後外面有一大堆electron 外面有很多同學進來 對不對 那進來之後呢 就會填住那個 對不對 假設有個同學填住那個 會移動的空位的話 那填住之後呢 這個同學就變成什麼 架電子 Valence Electron 就被 共架間的電子 它就不能再動了 不能再動之後呢 就不會造成電流 它就消失了 對不對 消失 好 所以電子過來之後 填了free的 會移動的電動位置之後 這個電子呢 就消失不見了 消失不見了 這個電動也是跟著消失不見 對不對 消失不見 所以你可以想像 在這個地方的電動呢 這裡的電動 在這個地方的電動 每秒鐘一定會消失50個 對不對 一定這樣子嘛 所以這裡的電動的話 這裡本來很多電動 電動是多數宅子 對不對 可是呢它每秒鐘 一定要消失多少 50個 一定要消失50個 所以如果說你每秒鐘 真的這裡的電動 真的要消失50個的話 你想一想看 這一秒第一秒消失50個 第二秒的話 如果你讓它繼續往下掉的話 兩秒鐘之後就消失100個 三秒鐘就150 結果呢 如果它繼續往下掉的話 它溶度就會怎麼樣 一直往下掉 對不對 這樣子是不對的 不行的 我們現在在 算steady state steady state的意思是什麼呢 我知道 我們任何電壓體 一剎那加進去 它一定 有變動 對不對 那種對時間的改變 一定有變動 可是一剎那之後 這個變動馬上就不見了 它就會怎麼樣 跟時間無關 對不對 這個時候它就會跟時間無關 所以這個函數呢 跟時間是無關的 它不是時間的函數 這個叫做steady state 已經達到穩定狀態了 穩定狀態 所以一旦達到穩定狀態之後 任何一個東西 不管你是講電流 講濃度 講任何一個特性 都跟時間無關 這個叫做steady state steady state很快就達成 電壓一加進去 一剎那之間就達成了 你電壓突然間大變動 一剎那之間 它馬上就達到steady state 對不對 所以我們講steady state 好 那既然是講steady state的話 代表什麼意思呢 你這個地方 剛剛講 你的電動 每秒鐘 本來要減少了50個 對不對 可是你不能減少 那怎麼辦呢 代表這個地方的電動 要進來補充它 平 對不對 補充多少個 每秒鐘50個 是這樣的 要從外面進來補充這個地方 你這裡n過來 吃掉它50個 可是這個地方會補充它50個 所以這裡的電動不會減少 這個是一個steady state必要的條件 否則就不是steady state 對不對 好 所以換句話說這個地方 外面一定要50個電動 每秒鐘50個過來 補充它被刺掉了 這個p被刺掉了 對不對 p被刺掉了 好 那現在我知道 有50個電動過來了 接下來我們再看 剛剛講過這個地方的電動 這個電動是從這裡擴散過來了 這裡擴散過來 每秒鐘有100個 對不對 就是這裡的協力 如果這個地方每秒鐘要擴散100個過來的話 同樣的你要打steady state 代表這個地方怎麼樣 是不是也要100個過來 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說 這裡還要再加上 100個過來 還要再加100個過來 因為這個地方 它自己往這邊注入 每秒鐘有100個 你如果沒有這裡過來的話 這個地方又會往下掉 又違反了steady state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又要100個過來 所以這個地方以電動來講的話 它有兩個 兩個 一個是注入過去的 每秒鐘100個 你一定要提供它 另外一個是被電子被刺掉了 對不對 每秒鐘50個 這裡你也要提供它 所以換句話說 這邊你要提供 每秒鐘多少 150個 對不對 每秒鐘150個 OK 同樣的道理 你這個地方 我剛剛講 我現在看 這是講電動 我看電子也是一樣 以電子的角度來講 對於電子來講 這邊過去 每秒鐘50個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電子 一定要提供它 所以我畫的是電子的方向 電子的方向 電流方向是相反 這裡一定要有50個 來提供它過去的 或者這個地方的電子 就會往下掉 對不對 對不對 這裡有電子在這裡 往下掉 你不能讓它往下掉 還有 你電動過來 每秒鐘100個 就會吃掉它 每秒鐘100個 這個每秒鐘100個 被吃掉了 你也要補充它 每秒鐘也要100個 對不對 這樣子它才不會往下掉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地方 電子要提供多少 150個 這個地方 電動要提供150個 兩個是一樣的 電子的方向跟電動的方向 電流來講是相反的 對不對 所以電流都是這樣 每秒鐘150個 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以這個面來算電流的話 也可以就是這裡加上這裡 對不對 這兩個相加 這樣你看得清楚 就是這樣相加 所以這個電流就是這樣 如果我畫電流的方向 對不對 就是等於多少 150個 這就是我頭頭的電流 就是在0.6伏之下 量到了電流 就是每秒鐘150個 Q 這個就是量到了電流 所以現在講這樣應該很清楚 對不對 用這個讓你知道 所以你用這個面來算 也是150 用這個面來算也是150 用這個面來算也是150 你如果有辦法 從中間切起來去算 你也是150 這個就是steady-state steady-state就是這樣 如果不是每一個地方都150的話 空間中就會有累積電客 它對時間就會增加 就不是steady-state 對不對 ok 好 那DC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如果我再加上AC呢 對不對 有一個AC信號 就是我量電流好了 假設我在做電流量測 電流量測就是我要加一個小小AC信號 看電客變化多少 對不對 好 我現在做電流量測 它自己就會加一個AC信號進來 這個就是我的div 就是電流量測 sin cos 那個amptitude的部分 如果後面的話 其實就是sin 2π ft 這是AC信號加進來了 對不對 這個div是一點點的 越小越準 對不對 越符合我們這個 好 你現在加進來了 這個加進來之後 換句話說 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東西 都會 有一點點改變 對不對 如果假設正半周的話 那所有的 都會多增加一點點 假設這個div是屬於正半周的時候 那這一些東西呢 這個濃度呢 也會多一點點 對不對 增上來一點點 跑到這裡來了 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說這邊過來 p不是100個 是10 多少 10幾個 隨便給它講 好 假設這個地方 我們寫dq好了 多出來的 就是這裡比原來的 就是多出來的 假設多出來 四個好了 多出來四個 就是這裡 對不對 不是紅色線 是紅色線 減掉白色線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畫 就是這一塊的面積 多出來的 多出來 對不對 如果多出來的電流 這個地方多出來的話 多出來是這樣子 你知道它的意思 多出來的 這個地方 變成104個 對不對 104個 那dq呢 多了四個 對不對 大概是這樣 然後同樣的道理 這邊也會多起來 大家都多起來 對不對 這個多起來 這個人多起來的話 假設是dq 多了部分的話 這是n 這是p 對不對 dqn的部分的話 假設多 比較少 兩個好了 多兩個 對不對 所以多出來的 除以時間 就變成電流 這個 因為單位這樣子寫 你知道它的意思就好了 所以換句話說 就變成 這個地方怎麼樣呢 剛剛所寫的這個地方 100個 現在變成104個 對不對 這個地方就變成104個 然後這個地方呢 是50 變成52個 是不是 就會變成這樣子 所以大家都多一點點 多一點點 多一點點 同樣的這100 就104個 50就變成52 52 OK 所以呢你看看 我q呢 我的dq就增加多少 對不對 dqp是 4個 對不對 dqn的話呢 是兩個 對不對 dqn 因為這個單位的話 如果當 如果要用單位的話 不應該有一個秒 所以這個 這個 因為你多出一個秒 就變成電流 這樣子好了 這樣子好了 OK 就成一個q了 單位的定個q 所以你這邊多加一點點的話 正半周它就多了q 4個多了q兩個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的電容 c 就是dv 對不對 dv dq dq的話 一定要兩個相加 對不對 你現在知道了 因為你total的電荷 這邊要多了六個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是相加 所以這個地方是dqn 加上dqp OK 禮拜二跟你講說這兩個相加 不是平行電容版的一正一副 不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你現在知道為什麼了 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我每秒鐘這個地方變成多少 104這邊變成52 那你就是total多出來就是六個電荷 所以是相加了 對不對 這是要相加 這絕對不是平行電容版的這種 一正一副的關係 它真的是total增加六個 所以這兩個是要相加的 這個就是你的電容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呢 如果照這樣寫的話 4加2 6個q 然後dv 如果你用10個minivolt 如果你儀器用10個minivolt 那這個就是你的7 這個7叫什麼 Diffusion Compatence Diffusion Compatence 擴散電容 所以這個擴散電容的意思就是這樣 Diffusion Compatence 夠清楚了吧 這個就是在什麼時候 在直流等於0.6V之下量到了 對不對 在dc等於0.6V 去量電容得到的值 在不同的dc 你都可以量不同的電容值 每一個都是同樣的這樣子算 所以是相加了 OK 這樣就很清楚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cd呢 包括了 你知道 這個電荷 這個total的電荷 是等於i dc 是這樣的 所以這是需要時間的 我是需要時間的 換句話說 你要讓它的這個電荷 要多一點 少一點 你是需要這樣一個時間 你的i是多少 i就是差不多就是這個 因為多加一點點 10minivolt 不要管它 多加 變化很小 所以這個i 就是等於150q 怎麼樣 這個就是你剛剛的150 對不對 你是不是可以把dc算出來 dc算出來 你就可以知道 我要多這麼多電荷 我是需要時間的 這個時間 就是 這樣子算 6q 除以150q 對不對 就是你的dc dc 所以換句話說你的周期 f的導數就是周期 這個sin cos的周期 你一定要大於這個地方的dc 才能保證這個地方真的會衝方電 有這麼多可以起來改變 對不對 或者這一些改變都是不可能發生 對不對 這是一個大前提 如果你沒有給它這樣子 所以你頻率不能太快 頻率不能太快 頻率太快 你真的這個條件沒有達到 這個52 104 不會發生 它就維持50 100 那代表什麼 你這個ac白加了 完全沒有條變 得到的全部是dc的部分 所以它等效電路就會變成這樣 rd 然後c depression 電容 所以你如果頻率太快 這個f太快 對不對 太快的話 你想一想看 這些ac的東西都不會變化 為什麼 頻率太快 電容轉路 一轉路之後 這個是一個ac模型 ac model 這個電路模型 是一個ac的equilibrium circuit 對不對 等效模型 ac的equilibrium等效模型 所以當ac的equilibrium circuit 當頻率太快 這個電容一轉路的話 你這個地方的ac信號 完全沒有加進去 對不對 完全沒有加進去 沒有條變信號 完全沒有條變信號 所以得到了只有dc的值 完全沒有ac 因為ac就是轉路 你外面加不進去的 你怎麼加也都加不進去的 那外面加進去的ac電壓 跑到哪邊去 根本不管 反正你就是加不進去就對了 加不進去 ok 好 這個就是我們 再讓你用這些數值 讓你了解一下 真正的這個情況 是這樣的 這樣應該很清楚了 很清楚 這是 PN將選是整個半導體 整個這個電路半導體 最基本的部分 好 我們進入呢 這個第四章 Multifact Multifact 這百年來的電子在發展 Electronics在發展 其實就是兩個元件而已 一個就是BJT 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今天講的Multifact 就是這兩個重要元件 這個MultM呢 就是代表Metal Metal O的話呢 Oxide S的話 是Semiconductor 這三樣東西組合起來了 一個FET Fuel Effect Transistor Fuel Effect Fuel Effect 利用家電廠的效應 產生的一種元件 叫做Transistor Multifact 這個叫做Multifact 這個叫做Multifact 金屬氧化成半導體 場效電晶體 你可以唸就是這樣 這個東西呢 如果你跟後面要講的BJT來比的話 它的特性 我們先把特性寫出來 它可以做得很小 small 元件很簡單 做得很小 可以做得非常小 然後呢 製程 process simple process simple simple 這是它的size 可以做得很小 process 很simple 很簡單 很簡單的結構 這兩個結合起來 你就可以做成什麼 超大型的 large scale的 集體電路 very large scale ic 集體電路 超大型的集體電路 很適合 因為它可以做得很小 揮密度可以很高 對不對 這個以後慢慢的 我們跟BJT以後 會慢慢的會 講到這些概念 我們先把 它的元件 畫出來 我們畫 最常見的 叫做N channel N type channel 叫做N channel 這是最常見的 它有好幾種 這是最常見的 N channel enhancement type MOSFET MOSFET 以後見看到了 這個是最常見的東西 所謂N channel enhancement type MOSFET 它怎麼做呢 你去買一塊P type的半導體 P type 我們P type知道電動很多了 加很多三架雜質 產生很多電動 這個東西呢 我們俗稱為subture 底座 就是一塊P type半導體 或者有時候稱為body Body 它就這樣一塊半導體 買來之後 開始做一些process 擴散M plus 在這裡 擴散M plus 把它在高溫爐之下 這個地方要有一些擋住 擋住 擋住 然後高溫它就只會擴散進去 所以過程當中要照相 紫刻這一帶的東西 所以擴散M plus進去 這裡就形成一個M plus 這是個立體的 等一下我們再畫 這是個立體的東西 M plus完之後 這個就是semiconductor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要放Oxide 所以在這個地方 有一層Oxide 氧化層 這一層叫Oxide 氧化層 譬如說最常見的SiO2 氧化層 氧化層完之後 再度Metal 在這個地方上面 在這個地方也要度一個Metal Metal這樣子線才能夠接起來 才會接觸才會好 這個地方也要度一個Metal 這裡也要度一個Metal 所以我畫這個 結線的就是金屬Metal 接下來再用線接起來 金屬線 接起來 OK 接起來之後 這個東西我們叫做Source 給它一個名稱 S 這一隻腳叫做Drain D 這一隻腳Gate G OK 這三隻腳 另外呢 這底下呢 也可以接一隻腳出來 這個B就是8B OK 所以事實上 最多就是四隻腳 對不對 可以有四隻腳 四隻腳 整個結構是一個這樣子 這樣子 這個M是這樣 大家是 所以這個立體結構 立體結構 對不對 所以M是延伸過去 OK 好 這樣一個東西呢 就叫做Mosphate 這樣子一個東西 就叫做Mosphate 就叫Mosphate 裡面有幾個重要的一個值 我們看一下 這個 橫的方向 這個地方 寬度叫W 這個從這裡到這裡叫W W 可以是幾麥孔 也可以幾十麥孔 OK 最重要的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是我們的通道 Channel 這是我們的通道 從這裡到這裡 這是我們的通道 這個叫做Channel Lens L是Channel Lens OK 這個地方是一個 做半導裡面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 的一個 這個Parameter OK 它可以做到幾十麥米 幾十麥米 或者是0.幾麥孔 幾麥孔 以前很早的幾麥孔 一直下降到幾麥米 幾十麥米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Channel Lens OK 那現在呢我們看一下 像這樣子一個東西呢 我們先講它的操作原則好了 先講 接下來我們就慢慢的解釋 它基本的操作的Principle 是這樣子 你在Gate這個地方 我Gate這個地方 你加一個電廠 Field 加一個電廠 Gate加一個電廠之後 它沒有電流 因為這是氧化層 氧化層是個絕緣體 對不對 所以你加一個電廠 譬如說你這裡 跟這裡 你加一個電廠 你加進來之後 電壓加進來之後 這裡不會有電流的 Gate不會有電流 為什麼 這是SiO2 絕緣體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的Gate的電流 幾乎是零 這個Gate的電流 有一點點 值得-14次方 值得-15次方的電流 你就複裂掉 所以這裡Gate 絕對不會有電流的 因為它是氧化層在這裡 所以你只能加電壓進去 你沒有辦法電流流不進去的 所以只可以提供電壓 所以Gate加電壓進去之後 它就會在底下形成一個channel 通道 加適當的電壓 它會讓底下形成一個N型的通道 N型的通道 這個通道一形成之後 就是換句話說 底下有一個一排的electron 在這裡 那這樣子的話 這邊是N 這邊也是N 然後底下也變成N的話 你這兩頭你加電壓之後 這個electron就會這樣流 就會這樣流 OK 所以electron這樣子流之後 橫的方向流 然後呢 這個地方 靠這個地方加電壓 來改變這個地方electron的濃度 濃度 所以這個地方呢 電流就會怎麼樣 會受到改變 所以這個地方的兩頭 它的電流會受到Gate的電壓的調變 這個是它的工作原理 所以它基本的工作原理的話 我們可以這樣寫 A voltage is applied to gate Gate 我們就直接寫Gate 來怎麼樣 來調變 來control current flow 電流的流動 來調變電流流動 在哪裡呢 Between 從Source到Drain這兩頭的電流 這個就是它的整個工作原理 先把這一句話 工作原理先跟你講 A voltage is applied to gate to control current flow between source and drain Source跟Drain的電流受到Gate的影響 所以Gate只是調變 就是這樣 Build 就是這個意思 利用電廠調變 使得電流改變 這個就是它的整個工作原理 換句話說 底下一定要讓它形成一個N型的通道 現在沒有通道 我現在在畫這樣子沒有通道 等一下我加Gate Bias 會讓它形成一個通道 對不對 好 在這個地方有一點要提一下 我們剛剛講 你電流無論如何只能這樣流 無論如何只能這樣流 不能這樣子流 這裡還有一個body 你不能說電流發發發這樣流 這是一個pN junction pN junction 你如果這裡接的比這裡高 0.5以上 它真的會泡一下電流流 當它形成這樣電流流 這個就不是正常的mosphate 不能用 對不對 這裡也是一個pN junction 如果你這裡接的比這裡高0.5V的話 怕一下電流這樣流也不對 電流都違反了我剛剛講的 Source跟Drain 這才可以 所以換句話說 這兩頭不能讓pN junction 形成正向偏壓 這裡也不可以形成正向偏壓 所以你可以想像 我B要怎麼辦 接最低的電壓 所以在整個原件裡面 通常B是接到最低點的電壓 這樣子這裡就不會導通 這裡也不會導通 對不對 所以B要接最低的 The most negative 我先寫下來 在原件裡面 所有你外加偏壓的最低點 那就沒有問題 The most negative 這樣子這裡就不會導通 這裡也不會導通 不會出問題 好 那等一下看 我們看 等一下我在加電壓的時候 通常你看 Source會最低 Source會最低 Source最低 譬如說電壓等於D好了 我們現在把Source接D 先假設Source是D好了 OK 那現在這個地方接了 等一下這個地方 形成通道了 電子要這樣過來 所以這裡要接正的電壓 只有接正的 才可以把電子吸引過來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電子是要 這個叫Source 各位看 Source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來源 Drain的意思是什麼 抓過來之後 抓到這邊來 Drain就是水槽 裡面把水這樣 流到水槽底下去 OK 所以 一定從這裡出來 然後呢 流到這裡 對不對 那這個是Electron在跑 所以這裡一定要接正向偏壓 等一下操作起來 這裡一定要接正的 這樣才符合電子 從Source到Drain 它的Definition OK 所以這裡一定會比這裡高 所以這裡如果把它接地的話 剛剛講這個就是most negative 這裡就是把它接地 兩個把它連成一樣的電壓 最簡單 等一下這個地方就會比這裡高 所以呢 換句話說 這裡同一個電壓 P就不會比N高 同一個電壓無所謂嘛 對不對 就整個接0電壓 0電壓差 然後這個地方既然接正的話 這裡就會比這裡高 這個就是反向偏壓 所以也沒有問題 所以最簡單的方式 通常就是把這兩個怎麼樣 connect在一起 connect在一起 所以很簡單的方式的話 所以很簡單的方式的話 usually這個B呢 跟S是connect together 這樣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 不會擔心它出問題 這個8點呢 通常把它接到S最簡單 對不對 這樣子呢 保證這裡不會有正向偏壓 這裡也不會有 因為等一下要接正的 所以電流不用擔心 這裡會跑 這個地方跑 好 那我們根據我們前面講的 任何一個pn junction 在中間交界的部分 就會形成一個空滑區 對不對 空滑區嘛 空滑區 空滑區是裡面沒有自由移動的電子電動 所以一開始接起來應該這樣 對不對 這是一個空滑 deflation region 空滑區 好 一開始就這種情況 現在我們開始來操作 操作這個沿件 我們來看一下 operation 我們先讓它gate 不要加電壓好了 我們看看 所以no gate沒有加任何電壓 no gate bias 就像這樣空在那裡 或者是zero bias 這一樣的道理 一樣 你用zero bias 跟no沒有接 狀況會一樣 你現在gate 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 就算你這裡接正 我現在這裡接正好了 對不對 你想一想看 電子會不會流過來 不會 為什麼不會呢 你看 這個n在這裡 這是p 這是p太有半導體 對不對 這個pn 如果你這裡比這裡高 正向偏壓 可是這裡p跟n 就變成反向偏壓了 是這樣子 你看你是個pn pn背對背的pn二極體接起來 兩個二極體背對背接起來 所以你這裡加 如果這裡是正向 這個地方就反向 如果這裡是反向 這裡就正向 對不對 總有一個把它擋住 所以它不會有電流 所以這個時候呢 這個地方drain 不會有電流 不會有電流 讓它乾淨一點 所以我們直接拿掉 所以我們直接拿掉 v sauce gate drain 等一下這裡會接正向偏壓 正向偏壓 我就先寫算了 正向偏壓 正向偏壓就是這裡正 這裡d 所以d就相對於sauce 因為我把sauce接d了 所以所有電壓都相對於sauce而言 這個就是vds 因為所有電壓都是對d而言 既然對d就是對sauce 所以我們習慣這樣寫vds 那為正的話 它也是不會有電流的 對不對 這個電流 我們就定這個方向 這個時候 因為是 back-to-back的二極體 back-to-back的 兩個二極體 所以一個正向一個就反向 所以你的drain電流是0 就算你vds apply上去的話 就算你vds有加電壓上去 也是不會有電流 對不對 背對背的二極體 接下來我們再來 如果現在開始接電壓了 我接一個正向偏壓 我接一個正向偏壓 這個正向偏壓的話 當然是v 因為是gate gs vgs 大家都對咒哲而言 vgs 所以apply一個gate 正的vgs 接下來我開始加電壓了 一個positive的vgs 我開始接vgs 開始有電壓了 開始有電壓加進去之後 正的電壓加進去 會發生什麼現象呢 是這樣子 你既然是正的一端接在這裡 負的一端接在body 對不對 這個正的話就是electron 對不起 正的話就是正電荷了 正電荷過來 這是metall 到了metall之後 這是氧化成過不去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地方 metall interface 就會有一大堆正電荷 平行電風板 對不對 平行電風板加個正向偏壓 這個電風板的話 這個是絕音層嘛 正電荷就會在這裡 ok 那負電荷底下會怎麼樣子呢 你想一想看 如果這裡有一大堆正電荷在這裡的話 這底下是free hole hole是會動的嘛 hole 碰到正電荷在這裡 會把你排斥 對不對 所以它會把hole 怎麼樣 往下推 hole被往下推之後 這個底下就會造成一段 完全沒有hole 所以 又造成一個區域 我把它畫大一點 造成一個區域 叫做什麼 空滑區 跟這個一樣 depression region 沒有hole 對不對 所以它做過這樣子的話 就會怎麼樣呢 你就會push hole down to the substrate 把hole往substrate底下推 結果就會deplete 造成一個空滑區 意思就是說 deplete the hole under 氧化層 對不對 SiO2 在SiO2 氧化層底下 你會形成一個hole 一個區域 完全沒有hole 造成空滑區 就是我現在畫的 ok 所以這裡已經空滑了 沒有hole 對不對 沒有hole ok 好 在這個時候 你再加VGS 也是沒有電流 對不對 一樣沒有電流 一樣沒有電流 一直要到什麼時候呢 你VGS再繼續加 你further increase VGS 你繼續把VGS加大 加到會有一個情況發生 這個情況就會怎麼樣子呢 VGS這個正電荷越來越多 它會把 負電荷吸引上來 負電荷從哪裡來 一個就是兩邊有很多負電荷 另外一個P 也有一點點負電荷把它倒過來 這個叫invert 半導體叫invert 所以到了一個地步之後 VGS大到一個點之後 這個地方會形成一個通道 n channel 會把electron吸引過來 所以我畫誇大一點 畫一個很大的寬度的一個東西 這個地方有很多electron electron就在裡面 形成一個electron的通道 所以你繼續加VGS的時候 它會把兩邊的hole 對不起 electron吸引過來 會把本來在底下 是個n type的東西 會invert倒轉過來 變成n 所以它這個叫做invert 這個原來底下是P 對不對 變成什麼n 在 on the SiO2 在SiO2底下 現在變成n type的半導體 變成n type的半導體 變成n type的半導體 我們定義一個VGS的值 當它形成n type的半導體的時候 開始有電荷的時候 有一個值叫threshold電壓 我們定義這樣的東西 這在半導體物理裡面 很嚴格的定義 它可以導視值 我們現在不導 我們只是跟你講 有這樣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定義一個值 定義一個值 這樣子 the value VGS加到一個電壓 在這個時候 就會形成一個n的通道 at which just 剛剛形成 just 足夠的 solution的 number 會移動的 mobile electrons 會形成 在哪裡呢 accumulate accumulate in the channel 你現在知道 你現在知道 前樓的 我們定義這樣 這個時候 這個值呢 這個VGS的值 我們就稱為threshold的電壓 threshold thr threshold voltage 所以 vt 這個 t divine h vt 這個時候呢 它有足夠的什麼電子 累積在 channel 這個地方 就像我畫的 這個時候我就 define 這個時候呢 V Gs 的值等於 stretch hold 就等於 stretch hold 這個 stretch hold 一般來講 0.2 到 1 伏 現在 most 越多越小 這 stretch hold 是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早期都很大 將近一幅 現在都變得很少 0.2 0.1 了 很小 ok 所以換句話說你看 底下形成一個 m plus 會有一個通道形成 對不對 形成 那通道一形成之後 這個地方 metall 這個地方有正的電荷 這裡有負的電荷 所以從正電荷到負電荷 這個就是平行電容板 所以這個地方會有電廠 對不對 我們這樣畫當然是很均勻的電廠 對不對 這是 electric field 從正電荷出發 負電荷結束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類似一個平行電容板 這裡有正電荷 這裡有負電荷 結束這一些電廠 結束這一些電廠 好 所以整個通道變成這樣 那這一大堆這一些什麼空滑區 這一些就不要管了啦 因為 畫起來會有一點混淆 太亂了 我們好像看不太清楚 OK 這通道 形成一個通道 就這麼簡單 所以當我的VGS 大一 stretch hole的電壓的時候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通道 會 剛剛好形成 注意這個 just 這個 剛多加一個just 這個字 它的 definition是 通道剛剛好才形成 對不對 那你的電壓 事實上是要加的比它更高 它才會真正有一個 通道出來 真正有個通道出來 OK 嗯 沒有回答 好啦 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呢 你VDS再加進去 這個VDS加了正向電壓進去之後 因為它已經從 N 到 N 到 N 到 N 連起來了嘛 對不對 是一塊 N-type 的半導體 所以這兩邊有電壓加進來的話 你把電壓 VDS 除以 Channel 的長度 就是大概是均勻的電廠 廠 Electribute 有廠有電荷 就會造成什麼 Drift Curlain 對不對 Drift Curlain 好 Drift Curlain的話 Equation就是這樣子 夾在這裡 對不對 對不對 這Electrum在跑嘛 對不對 Electrum在跑 我們知道 Electrum在跑 Drift Curlain 就是等於 Q 對不對 Electrum的濃度 然後呢 Mobility Electry Fuel 這個是 Drift Curlain 另外還有一個 Diffusion Diffusion 這個很小 相對來講 小很多 我們不要去證明這些事情 所以Electry Fuel的話 假設是均勻的話 那就是 VDS 除以 Channel 的長度 假設它是均勻的話 就是 VDS 除以 Channel 的長度 OK 然後呢 你會有 Electrum 因爲什麼 就是這個地方 你開有 Electrum 對不對 有 Electrum 這個 Electrum的話 你簡單的講 這個 Electrum呢 應該會跟什麼 剛剛講的 VGS 有關 這大概是一個線性關係 不要太大以前 都是一個線性關係 VGS 越大 就像我剛剛這裡所分析的 它會把電子吸引過來 對不對 會吸引過來 可是你這樣子寫 有一點問題 因爲你 VGS 一定要比 Switchhole 大 才有效 所以你要記得 減掉 Switchhole 這樣才有意義嘛 這樣對不對 代表如果是等於它的話 有沒有用 沒有用 這個時候 電容 電荷 幾乎是零 因為 Just 對不對 Just 所以這個東西要減掉它 這個才是真正 Effective 有效的電壓 所以在 Moss 裡面 你一定要所有東西 都要減掉這個施工 才是真正有效的 來產生通道的電壓 Effective the voltage to induce 這個 Channel 真正有效的是這個東西 真正有效的這個東西 所以在 Moss 裡面 常常把這兩個相減 Definition 叫做 Overdrive Overdrive 你要讓它 導通的時候 讓它推動它 drive 推動它 導通的時候 你一定要 Over這個量 這才是真正有效的 所以這個 V Overdrive 電壓 其實就是這個減這個 你不會看到 VGS 單獨 你都會看到這個減掉它 因為只有它才是真正有效 那這樣子的話就會形成電流 這個電流就是我 Drain 的電流 ID J 跟 I 有時候通用啦 不要在乎那麼多 只是插一個截面機 我不管他們多了 你知道就好 所以 Drain 的電流的話 這個時候就會跟 VDS 乘正比 然後它的斜力 會跟這個乘正比 對不對 它會跟這個乘正比 這兩個之間呈 Linear 的關係式 對不對 成 Linear 的關係式 然後這個 Slope 就會等於 跟什麼 VGS 減掉 Stretch Core 有關呈線性關係 畫起來就應該長得這樣 對不對 因為從這個 Equation 就可以看得出來 Equation 看得出來 但是你如果 VGS 呢 比 Stretch Core 來得小的話 這條線是沒有電流的 這個是什麼 VGS 小於 等一 Stretch Core 對不對 因為那時候通道才行程嘛 我們的定義是才行程 既然才行程的話 不會有電流 所以畫起來應該是這樣 所以你 VGS 越加越大 它的斜力就越來越陡 就可以畫好多條線 這個我們下次再畫 OK 好 就上到這裡 看看能不能夠 在節目上 都會 vow 增加了 又會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